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呢,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妖头 我要介绍两个病例 第一个病例呢,是讲腰椎盘突出 这个病例啊,这个病人呢,是有腰椎盘突出 而且已经是确认了,做过素描了,CT了 他的腰椎盘突出是11个mm 一般来说呢,9个mm以上呢,是挺严重了 到14个mm呢,是肯定是要开到的了 所以这个腰椎盘呢,是腰椎里面的那个软骨啊 越突出来的话,就会压迫神经线 当然呢,如果有腰椎盘的话,希望是在两个或是三个mm 一般到7、8、9、4、11 是挺严重的,这个病人是11个mm 看过很多CE呢,打过针,封闭针,吃过药 而且下一步就是要做开导了 他在无奈之下呢,是说试试看 脊椎骨调整吧 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释 这个腰椎的情况 他现在呢,腰不只是腰痛 他的脚一开始,右脚一开始萎缩麻痹 所以这个呢,是证明已经压迫着骨神经线了 那相信很多病人都有这种现象 很多观众都有知道朋友有类似的病况 所以他呢,只能试试 因为毕竟已经是挺严重的 他的治疗就需要用物理治疗了 腰椎牵引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调整 他呢,就是一个礼拜三次 做了三个月左右 就开始缓解了 诶,脚也没有这么麻了 可是疼痛呢,还在了 然后继续治疗,再继续治疗 有一天他就回来说 他很高兴,就来说 诶,我的痛,少很多 而且我的医生说 我现在不需要开刀了 所以他是很高兴 因为他的痛呢 就要开始没这么疼痛 那病人很多时候都问我 医生啊,那这个治疗要多长啊 要看自己 看一些病人,他的体重 当然了,身体越重的话 腰椎突出去越严重 要看他工作,是不是举重的 这个病人呢,是比较重的类似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看了一年多了 还在看 为什么还在看呢? 就是因为要保护他这个 软骨不会再继续吐出去 可是现在他不用开刀 而且疼痛减轻了很多 可以上班,他就很高兴了 所以腰椎盘突出呢 分很多几 不只是说 着骨神经线这么简单 而是有很多 二三个mm 一直到十四十五个mm 如果病人有这个问题的话 最好呢,是先检查一下 如果是趁早 还没有到六七个mm呢 就很容易做治疗 如果到要开刀程度的时候 就比较难了 好,我们下一个病例呢 也是腰椎盘 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爸爸很担心他 因为他很喜欢举重 他是经常 一个礼拜五天都在 运动、gym里面去举重 有一天 他扭到脚 爸爸就给他 去看医生了 脚就是 总得像一个很大的 一个脚 就像很多种了 可是呢 查完之后 做完检查之后呢 他其实不是脚的问题 而是腰椎 可是他是比较年轻嘛 比较力壮嘛 就腰痛 他就不去理他了 其实他腰已经有腰椎盘突出 压迫他的左骨神经线 影响到他的腰脚 腰脚呢 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撑着那个重量 所以才会扭到腰的 扭到他的脚的 从检查之后就解释给病人了 其实你的脚那小事 就是扭到脚了 很快就用冰块啊 就会缓解了 可是真正的理由是腰椎盘 压迫 让他的右脚变成这么没有力 所以放他检查之后 在做了MRI之后 就解释给病人 这应该怎么样去缓解 怎么样去调整 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 虽然运动是很重要 可是如果经常这样逼自己的身体去提一个身体不能承受的力量的话 那没有地方去 而是从腰椎开始凹出来 吐出去 解释给病人之后呢 然后也给他了解一下身体的机构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他就终于了解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年轻人知道该做的时候才做 不需要体这么重的时候呢 就不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病人呢 不只是治他病 还有patient education 就是教导他们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身体 也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见面 谢谢